今天凌晨摩洛哥举行世界球会杯决赛 德国足球队拜仁慕尼黑队 以2比0击败地主卡萨布兰卡队夺得冠军 在今年8月的欧洲超级杯顺利封王后 再度拿下五座冠军杯 成为德国足球史上第一个缔造五冠王辉煌记录的球队 比赛一开始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队 就势如破竹 22分钟内踢进两球 第一球慕尼黑队的谢洛美 以头顶球要传给中后卫单提提下首分 第二分由大卫在禁区 回传给中场提亚哥建功 之后卡萨布兰卡队几波进攻都未能提进分数 中场就以2比0击败卡萨布兰卡队 夺得今年世界球会杯冠军 拜仁慕尼黑队上季赢得欧冠杯 德甲联赛和德国杯 成为德甲首支三冠王球队 今年8月再拿下欧洲超级杯冠军 今天又在世界球会杯封王 成为德国足球史上第一个缔造五冠王辉煌记录的球队 新唐人亚的电视黄伟棠综合报导